三哥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咱们明明知道严子龙这小的不好对付 可能是周老大根本按不住严子龙 想借别人的手来除掉我们 那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拿着钱带着给我跑啊 跑什么跑 不可能 我跟周老大的交情 是用命换来 你们别再胡思乱想了 老六 今天晚上你先人在这 明天咱们一定会办法 没事 球子啊 去弄些消炎药和止疼药来 快点 老六忍着点啊我马上 好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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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是我 你没事吧 没事 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你说中了 我特别担心你 你没伤着吧 没有 你别为我担心 我特别想和你见一面 现在不行 我想静一静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让你在家养病吗 你们都出去工作了 我哪好意思回家 你这不对吗 我让你在家里休养 就怕你病情加重 那不影响后面的工作吗 赶紧回去吧 姚队 你先别急着捏我走 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什么呀 我在受害人王侠的QQ聊天记录里 查到了一个叫大梅花的人 大梅花 什么意思 我看他们聊天记录 他们说的好像都是暗语 我觉得 他们好像跟那个人贩子有关系 姚队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查大梅花的背景 确定她的身份 姚队 小语说的对 对啊 她说的没错 但这个事情现在跟你没关系 你需要好好的养病 我会先派他们两个去调查 我不回去啊 我要和他们一块茶 夏天同志 老大就是体谅你 我们都没这个待遇的 那咱俩换换呗 你回家休息我工作行不行 好了好了别吵了 你把你刚才说的 QQ聊天记录给我一个 聊天记录我可以给你 反正我不回去 现在马上回家 这是命名 我可以让你 先来 大哥 这三天来了 前进 大哥 坐三天 你说是颜子龙指使人干的这件事 大哥 我现在只是猜测 得查清楚了才能定乱 大哥你看啊 对方不可能对我们的情况 了解的这么清楚 除非是有人 给他们消息 这样吧 你要是能证明是颜子龙干的 你怎么样都行 好吧 不用问我 大哥 有一件事情 求你帮个忙 说 昨天晚上我的一个兄弟 腿部中了枪 得找个医院看看 哦 龙云私医院的院长 是关老二的朋友 我让老二办吧 你说的是关二哥 那昨天从泰国回来的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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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认 龙哥 您就别等了 上楼睡会儿吧 阿童 你又别在这待着了 你赶紧去趟水星酒吧 在那盯着 看看夜三天一会儿有什么动静 好 去吧 我去了龙哥 开始 我也再见不到你了 你放心 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死的 对了 你知道昨天晚上的事吗 知道 他们全都是严子龙指使的 但是这件事 周老大还不知道 严子龙到底想干什么 很明显啊 就是想干掉 他为什么不亲自动手 道上的规矩你也知道 严子龙呢 怕坏了规矩 他过不了周老大这一关 我觉得这件事 你要找周老大说清楚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三天你得快 严子龙肯定会再次下手的 我不希望你出事 我们查了大梅花的背景 本人叫龙梅 的确是人贩子 而且害犯者前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害对象 你们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他的确是被害人链接里的下一个知情人 很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目标 调队 你们太过分了吧 开会都不通知我一声 你们还把我当专案组的人吗 行了 你干脆让我回公安厅算了 看来情绪很不好啊 这根本就不是情绪不情绪的问题 首先 我是118转组的人 你们开会就必须通知我 夏天 老大是关心你 怕你身体扛不住 就是啊 你还真生气了 姚队可没别的意思啊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要你们让我工作 我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 嘿 这脾气还真倔啊 好 我同意你现在开始工作 真的 那谢谢队长 我们继续开会 刘正伟怎么不欢迎我 哦不是你请进 小队刘正伟来了 刘正伟你好刘正伟你好刘正伟你好刘正伟你怎么来了我来宣办点事到局里找你局长说你在这呢就让司机拍摄包给送过来了哦对顺便给你们带来点海溪特产为了为了大家 谢谢刘正伟 我们这在海溪已经够麻烦你了 我们这在海溪已经够麻烦你了 你还带东西真的不好意思啊 就是这土特产 刘正伟我需要给你倒杯水哎不用了不用了 嗯 厂居我找你有点事咱们出去说吧 没问题走 嗯 刘正伟慢走啊 再见 哎哎哎看 这刘正伟人还真挺不错的 咱们在海溪的时候就经常请咱们吃饭 这次来看咱们了吧 还带了这么多特产 不对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点问题 哎呀能有什么问题啊 刘正伟都说了是来办事的 再说了带点特产给我们 有什么不对吗 夏天你这就是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 这个刘正伟肯定是看上咱们姚队了 你不相信让打赌 行了侯笑语你就别瞎猜了 我告诉你吧 刘正伟以前是局长兵 跟姚队谈过恋爱 后来呢事以愿违两个人就分手了 是吗还有这么一回事 那个照片 那来 你怎么这么没事呢 他说他说他就不来 我说他就不来 我说他咋噘啊 我说他说他咋呀 你怎么那么华华呢 那活去 文蓝 你不过这么没事了 海西的工作真是多亏你了 这回你来顺安 我得好好感谢你 你又跟我见外了 能早点抓到分子 早点结案 这才是最重要的 说句实话吧 这个案子 我真是想早点结案 案子上有什么秀 叫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我一定竭尽全力的帮你 好谢谢啊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吗 不用了 我一会就会害羡 怎么这么着急啊 老姚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有什么话不该说 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 生活上没有人替你打理 你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知道 行了 那我也该回去了 我送送你 阿宝 怎么了小梅 给我调背青梅 小梅口味变了 怎么不会调 开玩笑 我就是吃这口饭的 就是连这点都不会 怎么在这混的 少废话赶紧调 老姚 你不是只能吃严肃的吗 要不要吃呀 老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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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知道 虎哥 你就跟我说说呗 我跟你说什么考虫吗 你说 这样 你请我吃个饭呢 行 六哥呢受伤住院了 什么六哥住院了 他在北郊的龙云私立医院 谢谢虎哥 记住请我吃饭 我 小梅你的青梅酒 小梅 哎哎 老队 刚才嫂子给打了好多电话 挺急的我打你的话也不通 没电了 喂 常君啊 默默昨晚一夜没回家怎么办 什么 一夜没回来 是我都担心死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打了没人接 学校我也打了 老实说不在学校 你别着急了 我去找他 你在家等着 如果他回来你打电话给我 行 老大 出什么事 默默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 要对 怎么会这样 没事 我去找他 你们继续工作 有什么事跟我联系 我陪你话去吧 不用我自己去 默默你还是让文莱陪你去吧 要有个什么事 还能有个照应 帅默默 蔡迪说的对 好 那文莱跟我一块去 你们两个留下 继续和哥哥派出所联系 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 这个叫刘梅的女 报信不要就 会更深刻 西老师啊 你好 我想来问一下 磨磨在学校吗 没有呀 我正想問你們怎麼回事嗎 你這個孩子跑到什麼地方去嗎 你們做家長的呀 真應該跟孩子好好溝通一下了 要是這樣下去會耽誤他的 好 我一定溝通 呃你看在班上 他有沒有比較熟的同學 我想問一下 呃有 要不我帶你們去找他吧 謝謝啊 沒事 你們在這兒等一下吧嗯 他叫李娟是莫莫最好的同學 這位是莫莫的爸爸 他有些話要問你 你要誠實的回答 你好李娟 我想問一下你 昨天晚上和莫莫在一起嗎 沒有啊 昨天一放學我們就分開了 不過莫莫最近總說他壓力很大 而且還經常跟一個小混混見面 一個小混混 你知道怎麼找到這個小混混嗎 呃我知道他在一家賓館裡租了一個房間 哪家賓館幾號房 龍湖賓館三一八 問來我們還是分開行動了 你按他們提供的地址去找一下那個小混 嗯 嗯那你呢 我到網吧去找他 老大 那麼多網吧你怎麼找啊 我知道他經常去幾個網吧 前面那個路邊你給我停下來 這裡秀一下 好 喂 喂姚隊啊 我查到了莫莫的IP地址 還看他聊天記錄 他現在去了媒體健身館 好我知道了 那你過去休課時點 別太衝動啊 喂 姚天你幹嘛去啊 我去找莫莫 我給你一塊兒去吧 不用了你別人電腦吧 姚天 誰啊 誰啊 你是叫劉飛嗎 你是 我是公安局的 這 跑什麼跑我沒跑 沒跑 沒洗堡 我會洗堡 木屁堡手子在這 我 我 she said whatever ha ha lone let go of my s everything will 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哨子你怎么在这儿 是谁啊 最近那小会会儿 抓她的时候她正在吸毒 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哎 就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啊 你看看你叫我什么人 要好消息 老隊消消氣吧 把他給我帶到飯店鎖去 好好審查一下 我帶他回家 走 走吧 我 大姐 能不能換個地方靠 我不行 真不行 你少夠廢話了 我問你 你跟莫莫怎麼認識的 我 我就是通過他們學校的幾個哥們 幾個哥們 那我問你 你跟楊莫到底什麼關係 沒什麼關係 真的 就普通朋友 見過幾次面 吃過幾次飯 以後感覺聊的挺好的 那你知不知道他爸是警察呀 點背就背在這 我要是知道他爸是警察 我今天也不至於 被你們給靠了 行了 你老是待著嗎 哎 哎哥 回來了啊 額溜的傷怎麼樣了 沒事 我去過醫院了 醫生說了 過一天可以出院 放心吧 你的手呢 沒怎麼帶 哥 那天的事 就這麼玩了嗎 完了 顏子龍這個王八蛋 你說我能放過他嗎 咋啦 柳哥不在 又欺負我是不是 又拿六哥笑我說 沒 我告訴你 每個行業有每個行業的規矩 再說呢 你說你跟六哥在一起 你覺得你能配著呢 我認為咱們倆比較合適 告訴你 我是真喜歡六哥的 富貴哥 嗯 這段時間讓兄弟眼睛放活點 千萬不能放顏色不能進來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看見阿唐在酒吧門口轉悠 阿唐 在哪呢 在車裡 去忙了還有大夫 哎三哥 這要去哪啊 嗯 外面 你咱什麼人 我 嗯 照顧好 注意好 知道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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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啊啊啊 阿唐 啊 您小景执着呀 说 跟着我们干什么 我 阿唐 你不在自己的场子里 我到我们这干什么 耶 不是 三哥 我还没死 你肯吃惊吧 啊 这 啊三哥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老唐 我留你一条命 回去告诉姓妍的 改天我请他吃饭 吃饭 我没听错吧 滚 哎 好滚 我滚 哎哎 三哥 交易的事一定是严吉隆搞得贵 要不然他不会派人来定着咱们的场子 那还用说 那你干嘛放走他呀三哥 既然姓严的想跟我玩 我就让他哑巴吃黄连 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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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三天没死 你说什么 叶三天没死啊 我亲眼看到的 他们还打了我一顿 我亲眼看到的 马青山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龙哥 我回来了时候 路过了马青山的地盘 有人说马青山被打成了重伤 现在在医院里边 在战青龙的医院 是 赶紧 赶紧 去吧 感谢观看 姚墨墨 你今儿当着你妈的面 当着我的面 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要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你 回来 我有话跟你说 来 坐 来 坐 马虎 给二哥倒茶 哎 二哥 马虎 您 好 二哥 这次我的兄弟韩老六受了枪伤 多亏您给安排了医院 在这儿 我一茶代酒 先敬二哥一杯 没事 大哥说了 都是自家兄弟吗 二哥 等我的兄弟出院了 我一定带他来 亲自向您致谢 不用了 哎 我问你 你跟马庆生的这次交易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二哥 确实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们才抢了货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要是马庆山现在不住在医院 他也会口口声声的对我说 是你先动的手 二哥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货我没动 钱我也没碰 全部交给了周老大 您想 我要是先动的手 我人还能再顺安吗 嗯 这件事情 还得由您 来替我一三天主持功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后面的是 我帮你摆平 那我先谢二哥了 哈哈 谢都不用 这个马庆山 虽然也算是个狠角色 但是有个人更麻烦 我怕没那个本事 帮你摆平啊 二哥只要帮了兄弟 我一夜三天最知道感 有事您说话 说得好啊 我在想 就这点钱 这点货 马庆山他犯不着 也不敢 麻烦的是 是谁在中间插了一脚 二哥 您不是有数吗 如果这个人 是周老大的 二哥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谁啊 六哥 哎 梅子 你怎么来了 他们说你住院了 伤交腿了 我看看 哎没事没事没事 小伤 怎么这么巧呀 你们四个人都在车上 都出车祸了 就那高铁的伤的最轻 你都住院了 这老天爷真不长眼 是啊 你看这种老天爷 六哥 问你个事呗 你说 你是不是跟每个人说话 都这么少 是不是不爱跟我说话 没有啊 我一直在跟你说话 那就行 我最爱看你笑的样子 真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我笑起来 其实很难看的 所以 不太喜欢笑 你笑起来好看 二哥 这事你看怎么办 谁赢了谁说话算数 这是个没得说的规矩 夜三天拿了钱吃了货 现在说马青山是黑之黑 那就是马青山黑之黑在前 那要是马青山急了 跳起来 反咬一口怎么办 我估计他跳不起来吧 您的意思是 这还用问吗 有人比我们更着急 一定是要的 叶大哥 是我 亚轩 有事吗 叶大哥 我想约你见个面行吗 好啊 在哪里 你记一下 红远路有个孟志福桥咖啡厅 我们就在这见吧 好 你等着我 虎子 虾争的什么呢 还练呢 行不行啊 哎 听哥一句劝 赶快把你的左手养好 要不然 怎么以后靠他吃饭呢 给我告诉你 就算是我马虎的左手坏了 我也一樣能靠右手吃飯你信嗎 哎呦 不是蒙的吧 哎完了吧 得了我有那時間給你扯這個 先走了啊 好養生好 巡邦 感谢观看 叶大哥 小萱 你弹得真好 我好久都不弹了 是不是没以前弹得好了 好啊 跟你先弹得一样 叶大哥 你喝点什么吧 不着急 咱们先说会话 叶大哥 我今天约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就在这家咖啡店弹钢琴 而且 是用你给我的钱 入的这家店的股份 好啊 这工作不错 你还能每天弹弹琴 多好啊 这么说你支持我 当然支持 小萱 这里的老板是谁啊 刚才还在这呢 她叫唐月凌 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姐妹 雅萱 既然你安定下来了 我也就放心了 这样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办 我就不陪你了 嗯 那叶大哥你快去忙吧 记得要有空常来坐坐 好 我一定来 我一定会在这家咖啡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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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